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ES6 今天咱们的标题是 大家请看 类模块设计 咱们上一期讲解了函数模块的设计 今天咱们学学类模块的设计 好 咱们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就一个 类模块设计和引用 怎么做呢 咱们马上看实战演习 首先说 今天咱们建一个类的文件 叫做player.mgs 扩展名还是加m 然后咱们看看这个文件都有什么内容 首先是一个标准的类class的定义 这个定义方法和以前我给您讲解的ES6class的定义是完全的一样 这个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然后这个文件本身有一个输出 是比较特殊 咱们看一下 最下面这行 export 输出 default 默认 然后是这个player 这个类名 换句话说 咱们在这个文件中定义了一个类 然后默认把这个类进行输出 没有问题吧 其实咱们要学过这个 咱们用过这个vue2的朋友都知道 export 在这个vue2中非常的常用 对吧 因为它把每个模块都封上了一个类 然后进行输出 我想讲完这套课程之后 马上就开vue2 到时候咱们在那个里面再细说 好 这个是类的定义 该怎么引用 其实非常的简单 咱们看 咱们定义一个main的函数 入口 程序的入口 扩展名的还是mgs 这个要注意 然后咱们怎么用 看啊 在这里面 import from 从刚刚这个player的文件中 然后呢 import了谁 因为咱们默认是这个player嘛 所以这个地方要写上 我要把player import进来 这样的话 就跟在咱们这个文件中定义这个类呢 是完全的一样效果啊 怎么使用 那非常简单了 咱们类怎么使用 咱们现在就怎么使用啊 看啊 比如说light 我声明一个球员 然后new这个player 没问题吧 然后呢传进一个参数 库里 为什么传参啊 这类本身的构造器就带参吗 对吧 哎 非常简单吧 然后呢 咱们new完这个库里的实例 然后库里.sayhello 向库里问好 使用这个类的方法呢 和普通的类是完全的一样 只不过在这个地方呢 咱们把import进来 哎 非常的便于模块化管理 便于文件的管理嘛 对不对 该怎么执行 这跟上期是一样的 大家请看 note 然后是减减 是实验阶段的模块 这个必须要写啊 然后呢 再跟上这个man函数 man文件就可以了 好 那咱们马上运行一下今天的例子啊 看一下是不是能够做类模块输出 首先说 咱们先建一个player.mgs 注意啊 要加m 马上给您建立 go 然后拷贝上咱们类模块的代码 咱们有这个基础 今后咱们学voe2命令行方式 非常简单啊 因为voe以前我做过这个最基本的这个voe的讲解嘛 内饰机浏览器的讲解 其实voe最根本的开发 还是基于命令行开发啊 我准备接下来呢 会做命令行开发的一套进阶课程 也欢迎您关注 咱们今天先不干那个 咱先不提voe 咱们先把这个最基本的ES6呢 把它跑通 然后再学其他的任何技术都简单啊 好 咱们建完了两个文件之后 他们呢 在同样文件夹 然后咱们马上运行试一下 开一个控制台 然后翘啊 怎么翘 我别巧了 太长了 挤不住啊 咱直接拷贝吧 node 然后是实验性模块 再加上这个闷点MGS 拷贝过来 试一下 go 没问题吧 大家请看 呃 这个地方是报了一个警告 说咱们现在使用这个ESM这个模块呢 还处于实验阶段 呃 不能用于产品模式 产品模式 推荐您使用巴贝尔的第三方库啊 然后后面呢 是咱们这函数运行的结果 hello query 这个地方 调用say hello吗 然后这个地方 是输出hello query 没有问题吧 说明什么 说明咱们成功的引用到了类模块 对不对 好 以上呢 就是今天我给您分享的 关于ES6类模块的定义与输出 以及使用的方法 呃 应该不是很难 我希望您呢 能够实际敲一下我的代码呢 加深理解 好 今天呢 就是我给您分享的 所有的ES6的内容了 呃 ES6的课程呢 我大概做了23期 今天应该是最后一期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我可能就不再跟这个系列视频了 接下来呢 我就想运用ES6的语法呢 咱们再做一些更高级的开发运用 好 今天的代码呢 我会放到Kentro的服务器 这些视频呢 会传到YouTubeU库的观看 推荐您使用YouTube观看 咱们在今后活用ES6的视频 再见吧 拜拜